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非中国真的想用暗招来颠覆2016的选情吗 国民党的选情 这个选情不正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已经糟糕到了冰点了吗 黄复兴党部竟然发动眷村一人一戏 强调亲民党橘子已经变绿了 颇谓党员一定要票投国民党 但是在王若玄军在案之后 黄复兴党部的温情喊话还有用吗 而最奇怪的是上个星期我们不是看到了 马无珠王 四大天王 手牵手大喊团结吗 好 但是昨天有一个最新的新闻发展 是王金平呢 他突然说 马英九的服貌确实是黑箱 好 此外国民党籍的立委翁崇军 在昨天宋楚瑜拜访嘉义县的时候 他竟然是亲自去迎接 而且还跟老宋一块用餐 而此举呢 据说连国民党 县党部都不知情 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个不太团结的国民党 在这倒数27天当中 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逆转胜呢 好 昨天呢 龚都盟举办了一场 国会改革的辩论会 在野的七个政党都出席了 唯独执政的国民党没有去 龚道博王金平不是高喊 要国会改革吗 怎么在这个可以说清楚 讲明白的关键时刻 反而却缺席了呢 好 2016国会是不是真的能够改革 真的能够跳脱蓝绿恶斗 震惊在今天会有最新的 这个立委的选情战况分析 不过我们首先还是带你来看看 这个朱立伦的这个竞选 总部的顾问团总团长 也就是洪秀柱 柱柱姐了 他展开了登陆行程 不过他在北京的行程 有一些改变了 那他这次去到底要做什么呢 一起来看最新消息 即使雨下得很大 耐着不到十度低温 洪秀柱迎接大陆昆山 妈祖回鸾 他的人气几乎跟妈祖 可以比平 在海集会董事长林中森 和海协会会长陈德明 双双陪同下 住住姐向妈祖许的心愿 还是那一个 希望妈祖让这个台湾的选情 非常的平安 国民党能够逆转胜 虽然期待逆转胜 但洪秀柱的大陆复选之旅 却不是那么顺 原先预据前往北京 但是到了北京我不知道 我现在不太晓得 但是跟我们台办的朋友 当然本来就是朋友了 这会见面是很正常的 几乎等于证实 江汉国台办主任张炬君见面 随着洪秀柱 焦竹明年党主席的呼声越来越高 跟北京的交往无可避免 登陆是辅选旧票 还是为了替自己铺路 选战还没落幕 朱竹姐先打着算盘 强化自己在两岸中的独占优势 记得一天之暗还原在昆山采风报道 好 目前接触已经可以确定 朱竹姐会跟这个国台办的 主任张炬君见面 不过在这个时候 却发生了一个最新的新闻 那么让两岸都非常的注意 我们特别来看看就是 请老中帮忙2016的选情吗 在今天苹果日报是这么说的 我们来看干扰大选中国网军 骇尽了50个民进党党工 以及台湾媒体 有一家资源公司叫做FIREI 他们提议出了警告 说有一个中国国家支持的 网军组织呢 他们正在对民进党 以及对台湾的媒体 发动所谓的骇客攻击 希望取得民进党 还没有公布的政策 以及演说的内容 以干扰下个月的总统大选选情 朱竹姐 不是朱竹姐 是扣扣姐 朱竹姐跑到北京去了 果然挺住 我太心念了 对 他这时候跑去干嘛 你怎么可以把我误解为朱竹姐 朱竹姐现在已经 年纪也差不多 跟那个 这是一种侮辱 我比他 这是黑寒 你欠扁 我觉得他去大陆 应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吧 这个基本上就说 他的这种选举的这个做法 因为失去了一个 党内体系的这种助选的安排 其实是要发挥出自己个人的特质 那本来这个新新闻写说他要马锡会 他第二天好像有痛骂一顿嘛 可是 马英九真的要铺马锡二会也不会交给他 我是这么看的 对不对 马锡二会或说习红会不会见面 其实应该都在习大大的手上吧 对不对 那要看习近平怎么看这次的大选 一个选举 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差距都已经到两成以上 而且已经是一个稳定的趋势 有的是三成 还有一种估计大概 蔡英文可以得到八百万票 那你朱立伦搞不好 跟宋楚瑜两个人分了五百万票 这个蛮麻烦的吧 所以我认为朱鲁姐他 这个人的基本的一个作为 看不出一个惯性 因为这个惯性就是说 他自己知道 他在下一次的总统的选举 拜选之后 1月17号以后的 国民党的主席的选举 我用90%的判断力 跟信心告诉大家 就算他选党主席 吴对义去参选的可能性都是很高的 而如果是吴对义参选 那就是马英九在后面 做那个傀儡线的主导人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所得到的消息应该就是如此 更别讲 前几天我听到国民党内 某些党内人士 当然跟现在的李明显没有很大的关系 那就是鲁姐的那本新书 那本新书里面说了非常多的 不是真实的东西 而那些不是真实的东西 它的证据都掌握在党中央的手上 我想离四川应该蛮火达的 里面特别是讲到说去参加这个 换柱的那个中央委员会大会只有两张 入场券这件事 那他们大概都已经把相关的资料 都已经跟党内的药角度沟通过 而且还给了这个马英九 那所以现在打的就是党内的选战 那党内主席的选战 洪秀柱想要用习近平跟他是不是有一些 这个欲语还修的暧昧关系来增强自己的 这个未来在党内的张力 那这样的做法恐怕是很困难的 因为如果一旦是吴敬意的话 我倒觉得马英九的铺牌还比较聪明 因为他用一个本土派的副总统候选人 做党主席 然后自己在规划520之后的状况 那才比较符合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交流 或说国民党跟共产党在民进党执政之后 要架构一个陷害民进党的两岸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 才比较合理 但是不管怎样 我倒是还真的很希望中国的网军骇客 可以做得很不错 因为中国的网军的用词都非常的粗俗 到目前为止 我在脸书上所看到 或在我微博上所看到的 那他们的价码都太低了 那如果可以找一些高级的这个网军进来 大家一起来辩论民主 辩论台湾到底应该是这个怎么样的走向 我觉得统一跟分裂是两回事 我们应该辩论的是你中国要什么时候民主 你中国往民主方面走的时候 你才有资格来跟我来谈 你自己不民主 你凭什么来跟我谈 就像那个南京军区前司令王洪光 有一次不是写了在凤凰网写了说 要跟我们来辩论统一跟分裂 我为什么要跟你辩论统一跟分裂呢 统一跟分裂是我的台湾的人自己主张 那我现在的民调就是维持现状最高 是你自己你们中国共产党先搞清楚状况好不好 那至于马席二会人民日报的这种这个说法 当然很难完全否决 因为从马席会之后 你会发现习近平是一个会让人家惊奇的 甚至于会突袭的一个人 上个礼拜这个夏立言有接受联合报的专访 二版的全版的访问 你会发现其实马席会完全操纵在习近平手上 对不对 夏立言几乎等于说 这个间接承认这件事了 如果都操纵在习近平手上 可是因为马英九演出失当 在香格里拉的饭店里面 他的这个没有办法在九二公事之外 他这个缺于把一个中国留下来 甚至于他对一中各表 没有办法争取到为自己多讲话 记者会里面还判断错误 让自己上场而不让夏立言上场 各位在礼拜六日的时候 其实国民党内的人士也 我们大家在讨论马席会的时候 马席会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是马英九自己想这个出风头 如果那一天是夏立言开记者会的话 你认为情况会怎样 情况是比张志军跟夏立言 谁的记者会 比较有这个大国风范 或者是比较维护这个国家的 颜面跟主权跟尊严 这样情形之下 马席会才不会像现在 已经他的效应归零 我们把上市去对人家吓死 对所以马席二会的这个情况 当然不是不可能 可是你要看他的时间 这个一一六之前是不可能的 那五二零之前干嘛 马席会习近平脑子有问题 那你认为蔡英文会白白的坐在台北 这个什么事都不做 就等五二零登场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些干扰的讯息 我认为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外围有一些干扰 就是干扰你想要投出来投票的人 这个投给蔡英文的中间选民 因为中间选民三成五是支持 对不起 支持这个蔡英文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些讯息的价值性 或说这些讯息 这些情报的分析性就很重要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个人倒是认为 越多这种这个奇怪的情报 就越证明中国共产党 就不会去白白的来帮助这个朱立伦 帮不帮忙 飞机就是一个最重要的 动员就是最重要的趋势 一一二九之前一个月 其实我们就知道国台办没有动员 如果有动员的话 现在会没风声吗 现在会没有这个大量的这种 这个作为吗 一号到一月十六号 你能动员多少人回来啊 大概不太可能 那个共产党现在已经准备好 要跟蔡英文打交道 这应该是必然的趋势 甚至于国会过半 也是他们所公认的事实啊 那个明贤 朱祝姐出国前有没有跟你报告 怎么可能跟我报告 刚刚那个扣扣姐讲的 那不跟你讲 那你要怎么告诉大家说 他去干嘛 没有刚刚扣扣姐讲了很多内容 也是我第一次听到 我不晓得 他那本书里面有那么多秘密 是这样子啦 我觉得说 在目前的趋势 就是说现在还在选战期间嘛 所以朱祝姐当然他在国民党内还有相当的能 政治能量 不管在民间的 或在两岸之间还有嘛 所以他必须到大陆 这一次 不管无论如何 还是他以雇票为主嘛 拜会很多台商 那至于说 他有见到哪些人 当然现在看起来 习近平是不可能嘛 那是不是有见到台办 或其他的大陆的 其他的领导人 这个不晓得啦 以红伴那边发出来为主啦 所以我觉得说他此行 等一下 他去中国有跟党中央残凶了 应该是有智慧一下啦 应该有智慧一下啦 但是你并不知道 我不晓得 我比较低沉啦 我真的不晓得啦 我比较低沉啦 我比较低沉啦 所以到底有没有请示或 我只知道这一次去大陆 最主要是以辅选啦 以雇票为主啦 因为李世川前阵子国民党秘书长 也刚去那个上海那边有去拜票嘛 所以因为台商这一块的票 你不管怎样 台商海外这一票都要争取啦 那至于说选后的事情 我觉得说国民党目前 如果想到选后 我觉得都想太远了 你至少把这一场选仗打完嘛 至少 虽然现在国民党 选情被人家看得比较低迷 甚至总统有可能选输 那国会甚至国会过半也不容易 所以现在国民党选情这么低迷了 现在大家应该要想怎么辅选嘛 先选完再说嘛 至少国民党选后还是维持一个中型 或大型的党为主 那才有党主席嘛 你党如果选的不成 不像一个党的话 你党主席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你的看法是说 红秀书去中国是去服选 这个臺灣的选举嘛 对不对 是啊 当然要争取选票为主 跑中国去服选干嘛 没有啦 一民党 民党一样也去 民党一样在争取台商选票 所以过去大家讲说 台商很多是蓝绿比 是八比二 甚至九比一 我觉得今年不见得耶 今天回来投给蔡英文的 我觉得比例可能会相当不少 而且我的意思是说 他舍近而求朱远 他就屏东也不去了 台中也不去了 跑到大牢也去 没有啦 红秀书当然 全台已经跑过一两圈了 好几圈都有啦 我觉得住住姐最大的问题 是他要去跟国台办主任 或是国台办的这些小咖咖见面 国台办主任在大陆 根本就小咖咖这个见面 高兴得不得了 都是朋友 在台湾那个朋友 朱立伦等等 都不是他朋友 光从这种相对的这种文宣上来看 就是 就是很奇怪的脑袋 不过这礼貌性的国台办去 一定都会接见啦 就说这里这是本来礼貌性 就是说到底什么 接见到什么层级 我觉得这拜票无所避免 那个民党也要争取台商的选票 至于说我网军我想讲一下 网军就说来害侵入台湾 我觉得台湾的选举 关大陆的网民什么事情 我觉得台湾民主 就是台湾的民主 你来观摩学习可以把台湾这一套带回去嘛 那台湾的民主本来就是一直所台湾人最骄傲的地方 如果现在当然两岸谈到统一或独立那很久的事情 你至少大陆你先地方选举或省长选举 你国家主席可以选举 你大陆民主化再来讲嘛 先把台湾这一套学回去 而不是在干扰台湾的选举 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示范 那至于说大陆的网军只有来害民党而已嘛 我觉得从媒体报导看起来是这样 可是我自己国民党的一个份子 我觉得国民党目前的党务主管 我们也常常收到钓鱼的信 一直进来说伪装成说 好像我们要开会的公文怎么样 我不晓得那个到底是哪里来的 因为通常钓鱼的信有很多是跳点 所以我不知道那个骇客怎么进来的 到底哪个管道 我们不晓得 可是我觉得都不好的行为 至于说最后的那个马锡二会 对 我个人看起来我觉得说目前的机会 我认为是不高啦 因为不管怎么样明年选完 你不管是蔡英文或朱立伦当选之后 马总统还是要尊重新任的总统 尤其是你未来明年一投票之后 还有一个过渡时期 我觉得要尊重新任的总统 那至少目前虽然是由 由那个进入深水区的谈判 可是你胡茂现在还在立法院 新国会要怎么处理 那霍茂现在谈判进入十一二轮 现在新的还有还没搞定 所以包括胡茂茂还有社畜这些 技术性的先处理好 那至于说新任总统 不管蔡英文朱立伦 要不要跟大陆的国家主席会面 我觉得这要尊重新任的总统 马英九也不会去强推马锡二会 真的吗 三个月前谁知道说会有马锡会 我个人认为至少要尊重台湾民主的 其实马总统还是会尊重台湾的民主体制 你一个即将卸任的总统 不可能强人所难嘛 那你要尊重新任总统 他的做法嘛 我觉得台湾总统交接有他的一定的法治 跟一定的规范 即使我觉得说马总统 如果真的希望在两岸这一块 或未来的外交有所贡献的话 至少我觉得他卸任后 可以扮演像美国以前的卡特总统 或尼克森总统 下来他至少对台湾拓展外交这一块 我觉得他想贡献他的心理 新新的政府或许可以接触他的这方面 你是说马英九卸任之后 是啊 台湾还没拜托 至少人家两岸外交是有相当的能力 我觉得这不能否认 马总统在治理内政上或许有受批评的地方 可是他两岸外交 受盲的意思是说寒衣弄孙 不要再软了 不是啦 他很多官司要去打官司 黄世民的信命要黄世民已经定罪确定了 马英九有很多时间要跑法院 这样也太为难他了 我倒是蛮请教这个明显 就是到底洪秀柱他去中国大陆 他是自己本身去还是党有受益他要去 这个差很多 对对对 就是说如果他是本身自己要去那边找这些台商 然后辅选 讲是讲辅选 可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他一个被换掉的总统候选人 怎么会有脸在去那边跟人家怎么会有热情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 就如果你是要去那边辅选 你很減选 去那边 然后你现在变成好像是红人 我不见得是这样子 我认为说他如果是去 没有党的受益 自己本身去 他是在交朋友 那交朋友他最还有一个目的 当然就是未来想要选党主席 如果是这样子 那对国民党也没有加分 只是在帮国民党减分而已 那如果是国民党受益 那国民党你打个打 你把他换下来 然后把他变成说 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去中国大陆去抚选这些台商 请他们回来投票给这个朱立伦 那我可能这个逻辑很奇怪 就是说一个被国民党换下来的总统候选 去拜托台商来投票给另外一个 把他换掉的人 把他换掉的人 这是什么逻辑 我真的搞不清楚 所以说如果你们知道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 为了他目前还是一个最大的在野党 那你如果是这样子玩下去 真的你们真的是 为什么现在是最大的在野党 现在还是执政党 明年当然是最大的在野党 如果你们也不想也没有关系 其实我我个人我倒是不见得这个同意那个 我们说这个张素文的他的一个讲法 我是认为就是说 其实这次这个住住节 其实他到大陆去 基本上他在台商的心目中 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所以呢他如果说到大陆去 然后我们其实在台商在整个大陆呢 号称将近快要一百万这样子的台商 那如果他去发挥他的影响力 然后呢他又能够借这个机会 希望他们这些人能够回来投票 因为凭良心讲这一次的台商 他们要回来投票的一个状况 其实是还蛮冷的 可是志军学需要去 他不去他去不是刚好提醒台商说 就是你那个朱立伦把我换掉的 本来哪弧不开就提哪弧 我想应该是还不至于啦 因为这个换柱已经成定局了 而且一段时间了 大家也沉淀到一个程度了 现在大家看的是朱立伦 他本身的一个选情嘛 再加上就是说在二零一二年 这个马无的这样子的一个选举的时候 台商回来是将近有差不多十二十五万人 差不多十五万人 那这次呢 这个这个台商回来的这样子的情况是比较冷 所以呢也希望借助于他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 到大陆去 号召大家回来投票 那这样子的话 对整个的一个现在比较逆势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情 也希望是有这样子帮助 那当然他也到昆山去 他不是讲吗 他也是祈求 妈祖保佑这个逆转胜 我相信他去纯粹 应该是主要就是辅选为主 那另外就是针对这个所谓的大陆网友 网军的这样子的一个骇客的影响 我觉得每一次的选举 到了后面阶段比较关键的时候 大陆的这个手他们就会伸进来 不管是影响也好或者是干扰也好 但是我是真的认为 我个人认为从国民党的角度 我们真的是拜托他们 就是说真的是不要介入 因为真的有时候是越帮越忙 而且是对我们是真的是影响 反而影响更是朝负面的方面在影响 张基金主任还有余主席碰面吗 是不是有这样 目前我没有听说 没有听说 但是到了北京我不知道 我现在不太晓得 但是跟我们台办的朋友 当然本来就是朋友了 这会见面是正常的 by bwd6 b